榴莲季 新的榴莲季又到了 过来买榴莲了 在我们家附近楼下档口 新开了一个 我们挺方便的过来买 过来看看今天榴莲什么价格 猫三王 这是25是吧 这是25的 大概算是小的猫三王 25给大家看看 这算是碧果 有点小 然后长得不是很规整 看看别人什么价格 那个大的28 第101 第13是18 是吧 大的是 里面大的A果 大概是 那个是B果 28 大果大一点的28 猫三王 XO第24 然后看看别的 这边是 老树榴莲 这个很大 这个老树榴莲 其实也很好吃的 13块 13块1公斤 这是干棒的 应该是 我们待会挑一挑 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榴莲 看看啊 还有什么样的 这边是 就是 土榴莲干棒的6块 这个应该是小一点的 就是不是很长得很规整 很漂亮的这个 6块钱 1公斤 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看看你 13号的肉 哦 大家看看啊 18块公斤 这是13号 第13的 1011一样是半块 18块 挺挺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我们先挑个 那个13号吧 拿一个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的 13号 让老板看看 哎 这个挺漂亮的 哎 这个可以是13号 可以 怎么很 哎 这边刚刚刚 对的 刚刚那个可以 来摆 刚刚那个 大 这个 这个好吗 这个 这个好 哦 这个是吧 哦 就这个 好 嗯 是的 是的 很漂亮 好的 老板撑一下 这边没有错了 有有有坏吗 没有坏 是吧 我这里可以玩他 嗯 嗯 好的 好的 嗯 好 很漂亮 嗯 按一下给大家 啊 很漂亮 啊 好的 好的 这撑一下 然后 马赛马赛 XO XO 今天好吗 XO XO 不是那里吃 你们吃铁 他要吃 是想 苦的 我们都吃的 我们我们都吃的 没关系的 XO 这是XO的是吧 嗯 很漂亮 可以的 XO 拿个XO吧 拿个XO可以 开啊 啊 也一样一样 到后给我分一下 哪个品种啊 这是出来的 你那个骨肉的 这个是黄的 嗯 老尾 看到吗 的肉 这个是XO的 哦 好的好的 XO的 这个可以 不好吃 可以啊 可以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回去比较一下 这个干棒的啊 拿一个干棒的 对对你们来说不好吃 我们来吃还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对对我看给 啊 对的对的对的 你看看 拿马赛的 哦 是的 OK 白肉了 哦 白肉的是吧 哎 对 老板给我写一下 我们 我们就不太懂 当地人一吃就吃出来什么口味了 一吃三啊 啊 好的好的 八十 八十四块 哦 三个榴莲 八十四块啊 给大家看看 三个榴莲啊 大力的啊 付钱付钱 付钱 好的 著名的老树榴莲 老树榴莲 老树军凤凰王 哦 老树的是吗 不是老树 这个是我们 Tankard还有的 哦 公主叫小弟 哦 是吗 这个是送的吗 老板 送 看老板送我们榴莲了啊 哈哈哈哈 到时候我会把这地址放在说明里面 大家附近的可以过来买啊 老板 我们这里买过好几次了榴莲 都很棒 老板的榴莲 今天生意特别好 真的是 平时过来还不用排队 今天我们过来好像都被排队了 好多 因为这边的榴莲价格挺实惠的 说实话 挺实惠的 所以你看都马来同胞过来买的 看马来同胞说来排队的肯定好 是不是啊 好了 走了 这个是我们的XO 先开最好的 来过来看看 XO是 黄肉的 我洗过手了啊 看到吗 1.4公斤 果肉是 540 1 3分之1 3分之1多一点 1 3分之1 30%到35 出果率 来下一个 啊 心里有个数啊 下一个是 这个是 你快点 你开快点 我好馋啊 第13 好想吃啊 不急 好饭 不怕我 哇 这个是黄肉的 第13 黄肉 101是红肉是吗 101比这个更加红一点 这没有那个出果率高 稍微差一点点 430 差不多 现在我们开一个 干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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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好的 其实干棒 不要大家不要觉得干棒 干棒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好吃了 超好吃了 我觉得等会儿应该先吃干棒 因为吃着民族了 你再吃干棒就没法吃了 你先吃干棒 你要先吃干棒 对 吃着民族就 过来看这个干棒 也肉挺多啊 看也是 出果率挺好 嗯 是的 也是 挺实惠的吃干棒 这才6块钱 6码币1公斤 你刚刚没有看到那个人买了 我每次过去都看到有人买干棒 是买那个大袋子里面一大袋 嗯 大概有十几粒 是的 估计家里人口多 干棒也很好吃 对我来说 不是 你单独吃还行 如果你跟着民族一起吃那肯定就不行了 对吧 要求 我们 在中国吃人啊 比这个什么 很多在中国买的榴莲都是僵调的 真的 因为泰国的都是中国市面上买的 都是大多都是泰国榴莲 因为他进过来的时候都是半生不熟的才拿到中国的 然后运到中国卖 没有啊 泰国榴莲本就算就是生的再下来的 对的 所以 有的时候经常会买到超级不好吃的那种榴莲 这出锅还比那个 它是这个果盒大肉勺 果盒大这个 你干棒也要看的 有的干棒也挺甜的 干棒味道 它不一样 有的比民族还好吃开出来 没有 Emily是嘴巴很刁 他一吃 一吃那个民族的 然后是干棒他就不要吃 干棒的肉你看真的是 鼓鼓茫朗的 这好像出锅率最高了 我看看啊 但肉少量 我们不管 我们几块的出锅率 这样 这三个都差不多到啊 这个要600 这个是金缝 小金缝啊 这个是老板免费给我们 体验的 所以榴莲一般大家买的话就买稍微大一点的 大的果肉多呀 大的果肉多 虽然A果的时候大的就是稍微贵一点 这是小金缝 拍出来的 呵呵呵 这么几粒汤汤味道 这四个品种 来给大家看一下 拍出来的 XO 样子XO好像最好看 是吧 给大家摁一下这个感觉啊 摁得熟 这个摁得真的熟 就你看外面有一层包的 就是外面有一层皮 就感觉特别舒服 然后这个是 这也很漂亮 这个是第13的 饱满 刚抱的就是皮有点薄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开出来就是有点 烂烂的 好了好了 拿过去的Emily等级了 好我们开始试吃啊 第一个就吃 这个 干棒的 能看得见吗 大家 干棒的啊 看看这个味道 第一次来 马来西亚的时候去的是亚币 在亚币那个榴莲天桥下面 天桥下面榴莲是吧 那时候我们就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名总啊 那时候我记得猫山王 亚币要买88 马币一公斤 好贵的 因为那边是旅游区的 那时候旅游特别旺 然后我们就买这个 那个说 这样一盒干棒是 15 但没怎么 没这么多 就一盒干棒15块 我们每天就买一盒 感觉已经超好吃了 也很多 今天买这个干棒还可以 挺好的 口感是挺好的 挺甜的 就是肉少和大 干棒的特点就是肉少和大 有的干棒开车是吃五层皮 你这个可以 这还可以 对吧 我这个你看 你看这盒 嗯 你看 两个比一下 这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 这是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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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挺红的 这个肉质 给大家再看一看 这是第13 嗯 你看 它肉就 这个样子就跟那个 有特别大的味一样 就干棒了 是带立面苦的 嗯 就这苦的甜啊 就是 都是美宗榴莲的一个 风味 风味 真的 没有说什么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都都很好吃 什么味道都很好吃 这五张纸 干棕带点苦 其实也是一种 像人生一样 有甜有苦 嗯 金凤 一小盒金凤 一个小金凤 开在这么多 你要不要过过 喝口水 我吃了一口饭 你来一口吧 要不然 我来了一口糯米饭 水里的味道 对呀 就清掉了呀 嗯 是吧 榴莲其实可以 这个一样 其实感觉挺好的 是吧 对 糯米饭 来一口 刚才问我老板 金凤多少钱 是吧 金凤也挺贵的 金凤好像也是 比 第十三要贵 嗯 很甜 嗯 好像有一点点酒味 嗯 就有点 第一口太小了 糖出出来 你可没吃到 后来我整个都猜进去了 有一口酒味 对吧 有酒味 嗯 对的 主要是一个肉小 一下子就没吃出来 再来一口 哇 哇 我觉得 榴莲配 这个椰浆糯米饭 真的是 享受 就刚来的时候 我们吃榴莲 虾吃 感觉都很好 但是 都分不出 不会品 里面慢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每一种榴莲 真的 就算你一种榴莲 它里面的风味也是 其实回味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吃榴莲 就应该这样子 买几个品种一起吃 然后有对比 你知道吗 然后 可以吃下一个了吗 最后一个 XO 给你这个 本来我们是想买 猫山王 但是猫山王 介绍的人太多了 然后我们就 老板 然后 老板给我们来了一句 中国人吃XO 苦的吃不了啊 所以喜欢吃甜的 我们就偏要买个 你的XO来吃 不苦啊 你尝多苦味吗 是不是要等他后面猜 刚刚吃哪个是苦的 这个还是苦的 其实还没有第13苦 你在网里面吃 味道还没出来 都好厚啊 看 都稀的那种感觉 有了 是吧 对 吃到里面 就慢慢品 第一口 吃不出来啊 吃不出来 一定要到后面 这流眼就是 给慢慢吃 慢慢在嘴巴里面回味 它 前味中味后味都是不一样的 像酒一样 像瓶酒是吧 嗯 今天试吃 我们 就到这里啊 看我们吃了这么多盒 今天吃了几个品种 我不知道描述的 有每个人 其实吃每个榴莲 每种榴莲 个人的感受 都是不一样的 太棒了 马来西亚的榴莲 我们最喜欢这个季节了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